中華聚棒今晚在桃園球場開打 由地主Lamigo迎戰聯盟龍頭藝大 但是桃園打線沒有辦法突破犀牛投手群 中場Lamigo就以2比7落敗 面對老東家藝大洋投羅莉表現稱職 前五局賞了桃園五個鴨蛋 本日他主投5.1局只被擊出五隻安大丟掉一分 最終順利收下勝利 目前五勝零敗防禦率只有2.11 羅莉成為聯盟本季最穩定的投手 地主這場推派許明傑先發 前三局得點圈有跑者的情況下 都沒辦法完全化解危機 造成桃園一開始就陷入落後局面 他主投6局被敲出八隻安打丟掉3分 吞下本季個人第一敗 犀牛站穩龍頭 不過楊教練馮敲許在挑戰判決上成績不佳 三局下余德龍這次跑雷很接近 馮敲許上場要求重播輔助判決 結果等了一回裁判雙手一攤 還是維持原判 安全上內 還是判安全 義大總教練至今三次挑戰都失敗 本季還沒有開湖 最終義大就以7比2拿下二連勝 是聯盟目前唯一一支勝率超過6成的球隊 而Lamigo本季主場已經長到第6敗 要知道去年整個上半球季 他們在桃園球場也才輸7場比賽 衛冕軍開機一個月 還沒有辦法找回桃園最強的光產 由DNTV楊玉欣綜合報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